8月25日,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代核心区建设推荐会,即重点项目签约仪式,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。 新疆签订招商内联合作项目225个,计划投资总额1955.13亿元。 2021线上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首次采用月上云端的形式举办线上展会。 商术推荐会作为其系列活动之一,主会场设在新疆乌鲁木齐市,另设14个峰会场进行视频连线。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、喀什经济开发区、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进行了推荐。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与8个国家接壤。 2014年,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,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代核心区。 此年发布的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代》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, 又明确了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代核心区的目标。 通过2021线上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,新疆旨在丰富对外开放载体,提升对外开放层次, 深化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。 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落地在乌鲁木齐,主要看重的是乌鲁木齐的地缘优势, 因为咱们新疆周边有8个国家, 一期项目是中亚民族文化田地, 打造成为整个新疆的文旅会客厅, 以这个平台来宣传全新疆各个地区的文化旅游项目。 一期投入大约有4个亿, 总体投入我们在20个亿左右。 此次推介会签约的225个项目中, 第一产业项目15个, 签约金额82.74亿元, 第二产业项目153个, 签约金额1482.42亿元, 第三产业项目57个, 签约金额389.97亿元。 其中,新能源开发及清洁能源项目14个, 计划投资总额252.92亿元。 上述签约项目涵盖石油石化、 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信息技术等领域。 一系列签约项目将加速新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, 推动资源转换型、创新引领型、 劳动密集型产业协同发展, 建立起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。 在新疆是中国的一个能源大省, 资源丰富, 是中国的这种能源主要输出的一个省份。 这个项目如果说能够很好地建设运行, 可以提升新疆的这种清洁能源的发展, 将来也会为中国的这种新能源技术走出国内, 走向世界也会垫定一个很好的基础。 此外,新疆近年来实施旅游新疆, 推动新疆由旅游资源大区向旅游经济强区转变。 此次签约文旅项目10个, 金额约88亿元。 新疆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潜力巨大, 此次签约农产品深加工及产业园项目29个, 金额117.15亿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